有一个老人家老头子 有一次到了我的诊室就骂我 说你这个无良的医生 缺德的医生 你诊断我是肺癌了 你还不给我治疗 还不给我做手术 你就是缺德 你就是没有医德 所以我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我说确实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我考虑是原胃癌 或者微净润癌 但是我就是不建议你做手术 做不做手术 除了看他的诊断以外 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我是要做决策的 要不要做手术 要不要吃药 要不要去治他 这是一个临床医生 而不是一个技术员去做的 我做不做手术 要权衡利弊 我要权衡这个节节对你的风险 它会对你有生命的健康的危险吗 影响不影响你的寿命 第二个 我做这个手术 会给你带来损伤 大家知道手术刀啊 搁在人身上 要给你的肺做手术 要切一块肺啊 所以那是会带来损伤的 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 打好你 原胃癌或者微净润癌 一直不变化 长得胃之又深 你要切一大块肺 为什么要做呢 我们跟他共同 我们盯住他观察他 万一他便在处理 多好 你七十几岁了 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生命不但要有长度 还要有厚度 还要有质量 对你没危险的节节 就去做手术 那得不偿失 所以我经过反复的给他解释 反复的劝说 终于听了我的话 到现在还在复查 到现在还在复查 没变化